Hello,大家好 嗯,就说一下 嗯,近空老和尚吧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其实人呢 最重要的是要活得有智慧 如果你是活着的 有智慧的 那你自然会感到幸福快乐 很多东西都是伴随而来的 可是生活要有智慧 怎么去得到这个智慧呢 需要有一个领导的人 如果没有这个领导的人 你再有那种智能 智力 再有这种聪明 也没有用 近空老和尚 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他教你很多 真正 有悟处的东西 我呢,是属于 很笨的那种人 有一次近空法师说 嗯,比如说哈 师父收徒弟 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学生 嗯,有一种评价就是说 你是 你的根性利不利 你是上根的 还是中根的 还是下根的 有的时候 那个 比如说如果大家在那个 有的时候在那个 各个小说网站上看修仙小说 那那个教派收徒的时候 都会用方法测这个人的根性怎么样 是不是什么天灵根 那种上上根人 那么在这里面上上根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一点就透的人 比如说 慧能法师 慧能大师 一点就透 26岁 他就成佛了 那么中根人呢 可能你要跟他说上一两万句他懂 下根人呢 可能你要哭口婆心 说几辈子他才懂 我就属于那种下下根人 真的如果我是上根人 那我现在已经成佛了 就不会在这里纠结了 所以呢 我就会听老和尚讲经 不断的听 听到自己明白为止 听到自己能愿意做为止 直到自己需取了足够多的能量 但这确实是有用的 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 从长者的那些话里面 收获能量 但是选一个可靠的 开悟的长者 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净空法师就是其中之一 非常感谢 加油 谢谢大家 好